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怕当人质和间谍 北京要召回在美国留学高官子女 中美多方面角力升级之际 日本Business Journal网站周一引述消息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暗指中国来美国留学生几乎都是间谍后 中国政府内部发文件禁止高官子女前往美国读书 并召回在美国留学的高官子女年内回国 为消息尚未获官方证实 有传中方发出该份文件是出于安全和经济考虑 Business Journal引述中国外交界消息人士指出 一是害怕这些留学生被美国以调查间谍嫌疑为由 当作人质扣押 二是留学学费为美国带来了经济效益 据统计 外国留学生去年为美国创造了369亿美元的收入 45万个就业岗位 此外 该名消息人士指出 中美贸易摩擦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文章还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生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大学念书 中美关系友好的时候 美国政府还会加以照顾 不过现在川普很可能采取相反的方式 今年8月川普曾暗指中国称几乎所有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而早在去年12月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建议美国限制发签证给予外国留学生 尤其是中国留学生 以防他们到美国窃取知识产权 而今年6月11日起 美国国务院已把在机器人航太高科技制造业等敏感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限制为一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篇文章并没有给出权威的信息来源 类似的报道在一年前 甚至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 在互联网上就出现过 而且日本商业杂志的这篇报道里称 习近平的女儿习泽民目前仍在哈佛大学读书 这与其他权威信息员披露或证实出的 习泽民则已经返回中国的报道相冲突 以上是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